互相分享他的創意 然后一起出来玩 因为事实上 未来的世界就是一个玩的世界 任何严重的事情 都没有办法再继续了 不管是教条 或是在缩教 都没有办法了 你一定要好玩 一定要有趣 一定要创新 而且大家一定要一起做 所以我做了一个APP 这个APP是这样 它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办活动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卖东西 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找活动 不管whatever事情 你要做30秒之内 你都可以完成 那透过这个APP 像比如说你可以找到 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活动 我上个月上线的时候 上面的活动大概只有几个 到今天我刚刚算了一下 有66个有效的活动 而且很有趣的是 都不是我办的 那透过这个活动呢 你除了找别人的活动 你还可以自己办活动 那办活动的方式很简单 就是打开APP 30秒钟拍个照片 描述一下 whatever things you want to do 你就launch it 然后就全世界都看到了 看到这个活动 看到你的活动以后呢 你也可以售票 然后你也可以卖东西 我们会出现一个条码 这个条码呢 那如果你参加别人的活动 你手机出现条码 你去报到的时候 对方可以用他的手机 直接找这个条码 让你check in 而且你可以直接给对方评价 OK 这听起来它是一个办活动软件 但是no它不是一个办活动软件 因为办活动的平台 有很多人做得比我好很多 像KKDX 那我们完全不想要跟他做competition 因为这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要做的事实上是彼此分享 为什么我说彼此分享呢 因为如果我只是办一个活动 卖票 那老实说这个意义不大 可是我们每一个人 透过这样的发布 都可以把自己的账号 或自己的活动给分享出去 你可以分享到WhatsApp Line Facebook 就是任何然后或者email简讯 你都可以分享 分享出去以后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贴到本事页 你的社团 那像如果你把它贴到本事页的话 那它就会出现一个画面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行销你自己 而且不只是广告 因为我们希望每一个人 都开始做自己的品牌 一旦你开始 比如说我把我自己的内容 给分享出去 我分享了Beauty 一起出来玩给你 你以后就可以关心我 那我分享了我的活动给你 你看到这个活动 你觉得有兴趣 你也可以来follow我 那一旦我把我自己分享出去 我的朋友可以开始关注我 关注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只要在这个App上 关注了任何一个人 未来他这一辈子办了所有活动 你的手机就会出现通知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因为我觉得 社会上的剥削实在是太多了 有资讯能力的人 剥削没有资讯能力的人 有资源的人 剥削没有资源的人 而且曾经我也做过 类似这样的事情 所以一旦你开始分享 这个女孩子我要特别介绍一下 他在星光三月A5馆 B1卖皮包 我们曾经办一个活动 如果你能在一个礼拜之内分享 然后得到最多关注的话 我们就送你一只手机 结果这个女孩子 他居然得到329个关注 我看他那个礼拜中 也在卖包包 他就会说 你先不要看包包 你先关注我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未来他所有的新包包到了 他假如要上架的时候 他假如要办一个活动 就是新包包上线 拍一个照片 329个他的客户手机会同时 逐渐通知 不用打开APP Android App直接推播给你 所以他未来要行销自己 或行销自己的产品的时候 再也不用付任何一毛广告费 只要他愿意 努力地去建立自己的受众 OK 而且更重要的是 你可以收钱 而且不是透过我 是我们找了一家银行 中国信托 至少我找了很多银行 那对大部分国内银行来说 我讲的东西实在是太创新了 他们想做但是没有那个胆识 所以我非常佩服中国信托 他们有一位这个资深副总 叫这个刘亦诚 他接受我的建议 把两个系统接起来 所以未来我们的用户 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平台的使用者 他可以用这个APP 办活动或卖东西 同时他就可以直接收对方的信用卡 然后也会或者是储值 或者是转账 更妙的是 这个钱不是我收的 是中国信托这个平台 帮你收进你自己的账户 10天之内 只要买卖双方同意 就可以保证退款 那如果你要把这个钱拿出来 中国信都会收2.3%的手续费 那因为他帮大家处理信用卡 所以这个这是他的成本 但是因为我的平台是完全免费 所以如果你在上面办的是免费活动 或者是你在上面办一个活动说 我要透过IQPAS付钱 我要透过KKX付钱 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完全不挡 那这样的好处是 每一个人从今天开始 事实上是下礼拜开始 因为我们金流功能下礼拜上线 那从下礼拜开始 你就可以收你旁边 你左边右边那个人的信用卡 想象一下 你不用开店 不用开公司 现在就可以收信用卡 下次你们再去KDP唱歌 有人说 对不起 我今天没有带信息 你说来来来来 没关系手机拿出来 OK 这是一个小公司 它只有两个正职员工 我跟我的partner 还有一个兼职的业务 很年轻 跟各位一样年纪 可是这小公司 就有非常大的生产力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三个小孩 我的partner已经是阿嬷了 但是事实上 它这个团队是蛮大的 它有很多人在帮忙 而且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梦想 就是希望所有 愿意帮助这个社会的人 就是事实上 事到目前为止 有很多人帮助了我们 成就这个平台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出来 让建构一个台湾自己的平台的环境 OK 未来的世界每一个人都互相连接 每一个人都要互相鼓励 我现在我们开始做这个平台的时候 我没有花钱吧 我行销我自己 但是我们成立了一个基金 我以前存在CocoPly Facebook的这个经销商那边 任何人他只要来参加我们的分享 他愿意办活动 只要他来创业或是为了公益 那我们就开始帮他买广告 帮他买Facebook广告 从现在开始一路买到五月底 因为在五月底之前 我们的会员还不够多 你在上面办行销 效果不好 所以我就免费帮你买广告 一个人 就是只要你能持续办活动 我就持续买 买一万两千块 那我们就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只要在介绍别人进来办活动 或是你再找二十个人来关注你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帮你买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因为很简单 我们希望大家开始透过建议受众 彼此互惠 而且每一个人都成功以后 我也成功了 因为大家都得到最好的行销管道 跟自己的客户沟通 那我就不用去买广告 行销我自己的平台 有一天我相信台湾会是在每一个人 互相帮助的情况之下变得更好 年轻人可以创业 那小的商家也不用担心 要付很高的行销费用才能做生意 那下一个月开始 四月开始 我找了十四家在台北做密斯托陶的业者 我们一起来联合行销 因为他们的活动 一辈子 他的客户晚一次就不晚第二次了 所以我们就联合起来 大家说只要你的客户来这边晚一次 你再介绍他去下一个密斯托陶的业者 那边晚的话 你就可以打九折 而且可以参加抽奖 HTC赞助我们手机跟相机来抽奖 那我从现在开始 每个月都会办这件事情 十年之内 我们都不会离开台湾 也不会去寻求股票上市的机会 因为我们希望有能力的人 大家留在台湾 一起鼓励彼此创业 创新 让台湾更好 最后让我邀请大家 如果你觉得我讲的这个 这个topic 你觉得有趣的话 那我想要请问你 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出来玩 谢谢大家